欢迎收看山西卫星世界面识大会 尤其面识推荐人 描副李宁宇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山西卫视首当面识文化来节目 世界面识大会 我是您的面识推荐人李明宇 我是您的老朋友面识推荐人苗傅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道面识单品 它代表着昆山的饮食文化 而且它是全国十大面条之一 它的名字起源于一位帝王 它代表着昆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以及丰富的物产 它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 昆山 全国百江县排名第一 江南小城山明水秀 这里让全国吃货们津津乐道的 可不只有阳城湖大闸蟹 还有一碗面 名字取得极其有趣 傲造面 传说前皇帝微服下江南 在昆山 御丰山游玩后 感到腹中饥饿 于是在街边小店吃了一碗红油鲍鱼面 这碗面吃得皇上十分满意 赶忙拆太监 打听面的制作方法 不过乌龙软语 太监可听不懂 于是太监集中生智 面奏皇上道 红油面味道好 主要是面造上的奥妙 皇上一听哈哈大笑道 面造奥妙 奥妙的面造 奥造面由此得来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奥造馆 奥造面的张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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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张磊先生 自我介绍一下 一面之道 百妙奥造 大家好 我是来自 百妙老店奥造馆的张磊 我知道这奥造面的门道 其实很多的 分很多种而已 最基本的分几种 您给我介绍一下 我们奥造面最具有代表性的 有两款面 两款面 一款是红油鲍鱼面 一款是白糖卤鸭面 今天给我们带来是哪款面 今天带来是红油鲍鱼面 红油鲍鱼面 你看鲍鱼 里头有鲍鱼 一听见鲍鱼我就没兴趣 怎么了 我痛风吃不了海鲜 那太好了 回头那个火锅啊 啤酒 海鲜 我一块请您吃 你哥就照顾不了 我们这种人群 苗北老师你别着急 他这个鲍鱼 不是你理解那个鲍鱼 对 就是我抱着鱼 你抱鱼那就年会儿 你知道吗 好的 您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 那咱现在 一起到料理区 现在呢 我们就到了料理区 那咱说干就干吧 行 好 适合了 我们先把草鸡 猪蹄和汤煮 放入我们的沸水中煮上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啊 我们会放入核鲜 还有我们的中药包 一起放下去煮 咱们的中药包大概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补气 养生 明白了 等于咱们不单是为了调味 更是为了健康 对 已经把药材磨成粉了是吧 对 对 这是我们的秘方 苗副老师你知道中药药最劲的生冷油腻 对吧 中国讲药食同源 有些我们的调味料也是中草药 对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它定位于调味料 而不能定位于中草药 明白 如果是定位于中草药 就要既生冷油腻心辣 最初的汤里面也是加这些东西吗 对 最初的汤里面我们稍微有一些变化 我们会把一些以前有的螺丝啊 鱼腮的部分 积换成我们现在的和虾和蟹的部分 等于会更健康 同样会有鲜味 对 主要是来引鲜用的 以前的奥草面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 哪有这么复杂啊 以前的奥草面很简单 就是清淤淋 清淤那个旗内这样的棉叶 然后加上清淤补去熬汤 就可以了 这个是 老汤 为什么有这个老汤咱们还要调这新汤呢 因为我们的老汤在熬吃过程当中 它是没有水的 然后它熬出来比较粘稠 等于是稀释一下老汤 对 熬制红油鲍鱼面的老汤 需用到一味特殊的食材 鱼鳞 鱼鳞煮不化 用它提鲜倒是别具一个 加入鱼鳞的老汤 因此也就多了那么一份特别的鲜美 最终呈现的面汤需要新鲜熬制 并与老汤对在一起 至于这面汤用到的食材则更是丰富 取牛骨 鸡甲骨 猪脚 扇骨 本地的和虾 小蟹 骨青鱼头 以及多达15种中药成分的香料包 一起入锅熬制 这些带皮带骨的食材 需要在大锅中熬制两个小时 才能将皮骨中的滋味细细地煮出来 拥有如此复杂的工序和火候 也难怪在品齐味时 需要指其名字的意义 我们现在开始做我们的鲍鱼浇头 我们的鱼是选用 大概是10到15斤的乌青鱼 10到15斤 然后片片 加入一些葱 姜 取酒 盐 来腌制两个小时以下 也是为了去腥味吗 对 是 提鲜去腥 对 这接下来是要 我们现在是要做鲍鱼 炸鱼 乌青鱼来说它营养上 它是不好和脂肪酸含量非常丰富 这一般的咱们健康的人 吃这个鱼肉 会比吃红肉强得多 对虚脑血管是非常有益的 制作焦头的乌青鱼 来自昆山本地杨城湖 只只重达10斤以上 最是非美 选此鱼时 机会肚子大 否则烹制时便没了形状 可见昆山人隐世之细 片鱼片 却要顺着鱼翅的宽度 切出零点五分厚的鱼片 有着三十八年经验的审厨 只拼手感就能准确找到鱼刺的位置 下刀 切到大根鱼骨时候 还需手腕向下 用力打几下 才能将鱼身切开 所以当地也管这一步骤叫 打鱼 鱼片背脊成粉红色 鱼肉晶莹剔透 似连绵起伏的山峰 现在鱼肉要进入葱 姜 盐 白酒中进行研制 除了提香 白酒还让鱼肉变得结实紧致 为下一步进入猛火炼油 做好充分准备 炸鱼的油温需要达到三百度 气泡消失殆尽时 姜葱碳入油中 油花瞬间爆气 此时温度恰好合适 鱼片快速地没入油中 整支锅瞬间便沸腾起来 犹如深红色沸腾的姜顺 鱼片在其中翻滚爆开 可见红油鲍鱼 此名取得尤为贴切 现在开始做我们的鱼肉 这是油 对 菜籽油 我们放入姜片 葱段 八角茴香 把它添香 然后加入黄酒 加入生抽 放入冰糖 这是冰糖是吧 对 放入白糖 白糖 这白糖跟冰糖有什么区别 放一种不可以吗 一个是比较甜味 一个是比较沾嘴 我们的鲍鱼吃入口之后 入口感 入口感之后 你的嘴唇会有一股黏黏的感觉 然后再加入水 闻到香味了 香吗 香香香 我们现在把做好的鱼肉 倒入我们炸好的鲍鱼中 好 让它浸在我们的鱼肉中 闻到香味了 在同志年间 有一个天香馆 那么天香馆由于精不善 这个老板逃跑了 旁边她认识一位 非常会做家庭饭的妇女 叫陈秀英 那么陈秀英呢 做了一手好面 经常作为售卖 但是由于呢 年纪大 岁数呢 就比较怎么样啊 比较老 动作比较慢 又在这个屋里特别黑 灯光条件特别暗 来给大家呢 提供这种小吃 所以就取其什么呀 就是用当地的话 说叫傲造 后来来了一位书生 然后品尝她的面非常好 说这个傲造 这个词啊不好听 咱们取其谐音 是呢 奥妙的奥 造呢 是造台的造 奥造面 面奥造 说这里有非常非常的奥妙 所以改名叫了 咱们就叫做奥造面 然后师傅要开始下面了 好 这个面条是吧 对 我们是选用江南特有的 碱水鸡蛋龙须面 须面很细 0.8毫米 她这称不上龙须 0.8毫米 叫莲子棍儿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推广家乡山西的面食 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尤其是很多90后也投入进来了 他们用他们的心来传递家乡的面食 家乡的味道 那到底怎么做呢 请看 刀香面 传说中的面食之王 顺柳刀香面 传说中的面食王中王 在全国有100多家门店 平均每天消耗面粉1200袋 按照每袋50斤计算 一天消耗的面粉总数就有6万斤 哇 天天啊 对起来就是一座面粉山啊 寡人一辈子都吃不完 不过 如果你是个胖子 并且是个能吃的胖子 而且是个每天能吃掉两斤面粉的胖子 那么这些面粉多过你一个人吃到67岁了 生起来一天就能吃掉两斤面粉的巨婴 呃 算了 我们还是换一个计算方法 顺柳刀香面每天能卖出15万碗 一年能卖出5475万碗 按照每碗15根面 每个面条40厘米的标准计算 一年卖出的刀香面加起来 足足可以绕地球25千还多 哇 这天哪 居然比奶茶还厉害 四海八荒 真的无人能抵 就是这碗逆天的顺柳刀香面 90后心中家乡的面食味道 说着说着 寡人都馋了 快跟我一起去吃面吧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顺柳刀香面杨菲菲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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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菲菲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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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平平老师好 杨菲菲 90后 能给大家说你多大岁数了吗 我94年出生 今年23岁 我做咱们刀香面 已经长达9年之久 你14岁开始做 14岁开始做 08年那年做 就开始学习了 学习 推荐你这个单位啊 特别的吉利 顺柳 顺柳 我们这个名字来源于吃面的时候不是 这的一下 那叫西柳 西柳 西柳来了之后改变成 好 杨菲菲 我们一起来到第二现场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我们刀削面的制作现场了 先和面吧 对对 先和面 咱们这个面 大面盆 我们这个面选用于这个 静蓝纬度这个36度的面粉 对 它这个面昼夜门差大 日照时间长 面精度比较高 所以要用盐上劲 对对 上劲 再加上鸡蛋 对 这个面团呢 为什么要三揉三形 因为面团通过静置以后啊 面粉里面的蛋白质啊 更好地形成面筋网络 第二个特点呢 它能在第二次第三次揉的时候呢 省力 第三个特点呢 通过静置以后揉啊 它的面团更加地光滑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面 稍微醒一会儿 江老师 刀削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这个元朝呢 那个时候呢 它怕什么呀 大多数的汉人啊 起兵造反 所以家家户户的菜刀呢 十户才使用一把菜刀 吃饭很成问题 后来啊 有个聪明的人 怎么样啊 拿一个小铁片一窝 把这个面和好了 放在手里头这么一削 就削了碗面 所以当时不叫刀削面 叫掌托 托在手掌上进行削制 来 咱们先打卤吧 在油不热的时候 我们加上大料 大料 八角 对 八角 花椒 花椒 对 这样扁字 就是粮油在放 对 粮油在放 因为这个味儿就能出来 对 粮油先泡上完之后慢慢慢慢闻到生了 这个味儿正好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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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肉都是我们手工切的五花肉 五花肉 和前腿肉 合为一块 肥瘦要均匀 均匀 结合 这已经泛白了 对 肉已经炒得 把那个肉的本质带的油已经炒出来了 哦 现在放的就是咱们秘制的这个酱料 对 核心就是这个 首先第一步是咱们自己种这个料油 对 然后是咱们秘制的酱料 酱料 嘿 这很特殊啊 刀削面 是山西最著名的家常味道 也是杨菲菲心中最重视的家乡面食 想做一碗正宗的刀削面 所用削刀 及其讲究 传统的铁片刀削面 对手筋的强弱 刀与面接触的角度等等 都十分讲究 讨厌的是削面人的手艺和功夫 平板钩刀的发明 大大提高了削面效率 但削面时 面条无法飞出 会贴着锅边粘连 特制的弯钩刀 便是杨菲菲精心设计的全新小刀 选用厚度为一毫米的钢材 特制而成 在钩刀前端 精心设计一个弧度做挡面 削面时 面条因为惯性和泡舞线的原理 会顺势飞出 浴入锅中 轻松解决了平板钩刀的短板 削面近三十道 就可以出一碗面 为了心中最纯正的家乡味道 90后的杨菲菲还在不断努力 这碗带着家乡印记 独一无二的刀削面 是游子们心灵的慰藉 也是缓解思乡之情 最有用的良方 刀削面的刀啊 最传统的就熊四瓦轮 那么这个角度是在三分之一处 微微地翘 这个角度不能是死角 如果是死角的话 咱们在削面的过程当中 它是寡面不好削的 这是第一代 第二代的我们的刀削面 就又有所改变了 就不是像瓦轮状似的这样了 那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窝起了一角 我们叫钩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削制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技术性就大大降低了 然后后来又出来 咱们家庭史的一道钩 两道钩 三道钩 包括现在直接上面就是小钩 就叫钩刀 我们这个刀削面 长度要达到35厘米到40厘米 35厘米到40厘米 对 那厚度什么都是差不多的吗 厚度是0.3厘米 0.3厘米 对 然后宽度有没有 0.6到0.7厘米这样的 顺柳刀削面 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吃到 纯正家乡味道的刀削面 执行严格的制面标准 刀削面长度为35到40厘米 宽为0.6到0.7厘米 厚0.3厘米 长短一致 表面平整 中间后两头薄 而这样的制面标准 也是别有用心 时刻吃面时 头部离桌面 大约是17厘米左右 用筷子挑起每根刀削面 面条对折的长度 恰好符合进食的高度 又不失刀削面 长度上的感官需求 煮好的面条就变成了让食客最为奠念的家乡美味 但这个面是不是偏硬啊 对 偏硬以后这个口感是会好一点 对 这是三星面食里头面最硬的一种面 最硬的一种面 煮这个刀削面 有这个三点水的这个要求 就是它锅刚下去的面之后 它一开锅要加一次水 点下去面打下去之后 它再飘起来 点三回水 三点水 咱们看这个菜码吧 我们送里面讲就这个老三样 老三样 鸡蛋 丸子 豆干 必备的这个东西 必备的 对 这是一个鸡蛋 一个豆干 一个丸子 这个面也好了 面也好了 马上就吃新鲜的咱们这个刀削面了 热热乎乎啊 各位朋友 咱们杨飞飞制作的咱们山西的刀削面 咱们就完成了 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就上来了 现在刀削面已经成为 山西人对自己家乡的一种自豪感 它不但在山西 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一个90后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加上自己的用心 提升和创造 让它更加赋予了年轻人 所给予这个传统面食的另外一种感觉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山西刀削面 也能体会到 它对推广家乡面食的一种迫切 各位老师 请您认认真真的品尝一下 这位90后的用心 我先说第一个啊 这卤蛋确实很好 这得给一特写啊 要不您看不清楚啊 这个蛋白从外道内是呈建成色的 要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啊 这卤蛋不是卤出来 这是卤完之后浸出来的 一晚上才能入这样子 泡出来的 对 那有一点美中不足是少了点菜 如果烫点 青菜 绿豆芽 往这上头一搁 我估计会不错 就那个脆的口感 能够把你的面衬托得更好 围裙上我有注意说 今生做好一碗面 可以改成好面做一生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道面食单品 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 见证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变迁 十二道工序 代代相传 我推荐的这道面食单品 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 山西下县古城安邑 因夏朝见多于此而得名 又称华夏第一都 在下县有个村庄 是个距今已布置六百年的老村子 名叫鲁英村 这样古老的一个村庄 流传下来的面食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这版面 就是流传了六百年的 鲁英手工空心挂面 张和江 鲁英手工空心挂面厂的创始人 自幼学习做面 他做出的空心挂面 白景气长 柔人轻盈 挂面时场景颇为壮观 莎实好看 我小时候啊 我们在家家户都做挂面 到2003年 我们在家家户都做挂面 传统工业 就手一火快灭绝了 张和江拿出全部积蓄 开了鲁英手工空心挂面厂 他以一人之力 希望能够拯救这门古老的兽艺 走过了六百年历史的鲁英村 正是因为挂面 这项古老的手工艺 经历着蜕变 重新幻发出光芒与色彩 掌声欢迎 鲁英挂面张和江 张先生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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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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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首先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和江 来自三溪夏仙楼一飞 楼一挂面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 距今有六百多年历史 是省级非物质维化遗产 我今天带来的单品是 锤手工制作的空心挂面 咱们的面试单品 跟苗富刚才推荐的 北京稻乡村比 您觉得盛稻乡村 咱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 来 就从这个信心 我得先给人鼓鼓着 真的真的 那好 这话不多说 咱们一起走向料理区 好 请 请 咱第一步先来什么 活面 手工活面 手工活面 我们的楼一挂面 这个手工活面 它主要是以抠为主 把面抠起来 再不能拉断 然后把面拉成了面线 这活面的手法 抠面 是吧 这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是 你看经过这个抠面 它的面这个蛋白质 在这拉成 使这个口感吃得更激 并且在活的过程中 它中间好的气泡包在中间 最后形成空气 抠面的活面方式是咱们独有的吗 对对对 独有的 独有的 下面我们就破大条 要反复的这么压吗 反复的这么压 这个压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压就是把它压平 但不能压得太厉害 那的 现在我们看到刚才一团面 现在已经擀得虽然有厚度 但是已经平了 对 然后就是破大条 破大条 这破大条 解救的是一刀动到头 半路不能停 一停面就容易断 咱这宽度有尺寸要求吗 一翠左右 一寸左右 三公分多 三公分多 这厚度呢 厚度就是两公分半 两公分半 这种招就是滑和断 特别好 你甭管走到哪 都有一个点招案子 招案子的这个点 是压强最大的 不管你怎么来 上面怎么样来移动 它都是得压强最大的点在下边 所以它一滑就断 对对对 然后大条破完就是过大条 把它拧上吧 上劲 上劲 好像那个绳子上劲 这剩了以后 这个面就激动 加到这个肌部 弹面了 弹完风油 因为这个蛋白质啊 形成这个面筋 我们叫的脉肤蛋白 这个蛋白质 它实际上 它这个形状啊 是像小弹簧一样 它是这么着旋转的 所以呢 它经过它的揉 让它排列整肌肉 开好了调之后 它为什么要这么搓 让每个弹簧和每个弹簧 缠得更紧 这样它的延伸性 拉伸性就更强 已经上了劲的面 需要醒多长时间呢 醒一个小时左右 醒完一个小时 然后呢 过中条 然后之后搓小条 还要搓小条 在制作挂面的十二道工序中 过中条与搓小条 也十分考验手上功夫 过中条是将之前过好的大条 继续搓圆 上进 仍需两人协力配合 将大条搓至1.5公分的中条 一次盘入盆中 一到一个半小时的醒面后 尽可能进入搓小条的工序 小条要继续搓起至一公分 这道工序的关键在于 把面条搓圆 但不能搓死 因此需要手掌悬空 搓面时不能按到板上 手掌与面隔着一公分的距离 期间力道拿捏 全凭手上经验 因此正宗的搓小条 是听不到手掌与面板的摩擦声的 这也是手工制作的魅力 机器根本无法取代 小条搓好后 即将经过一个昼夜的等待 方可进入第二天的脱胎环骨 脱完之后呢 上面 上面 这是这个小条 这是小条 缠到面背上 这个缠的这个技巧 一般人还是蓝蚁学到 这是八字形是吧 这叫直胶斜胶 这个为什么直胶斜胶 这个面以后啊 它不容易粘在一块儿 容易开开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这个环节 是不是就开面的环节了 对对对 开面 这已经是醒过一个小时的面了 对 醒过一个小时 醒过一个小时面 然后再开面就会很顺畅是吧 对对对 看这个弹性 看这个击倒劲 我可以试一下咱这个撑面的过程吗 可以可以 我可以啊 谢谢 我来体验一下 轻轻的飞 轻轻的飞是吧 对 用巧劲是吧 对对对 明宇 明宇别给人扯坏了啊 你还行 我还行啊 还行 我还行 不是这样吗 对对 大概撑到一个多大的松紧 就觉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了 这个环节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挂面 挂面 还能把面撑得更长 对不对 对 从洗面草中将面取出 接下来将进入 最具观赏性的一道工具 挂面 挂面架高三到三点五米 刚好是一个人站在板凳上 高高举起胳膊的高度 一人将面高高挂起 几人在下面协力帮助 面挂好后 还需要用木棍 将面拉成长条 拉面需要顺着面劲而拉 控制力度 拉力过大 面条容易拉断 拉力过小 拉面拉不长 咱们这个面平时是晒干还是阴干的 是晾干的 晾干 晾干是就放在屋里还是室外 在室里 室内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挂面已经挂在了近三米高的架子上 这个需要挂多长时间啊 四到五个小时 一碗地道的鲁音挂面需要十二道工序三十六个小时 但是呢 评委等不了这么长时间 没关系 我们二位面食的达人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碗做好的鲁音挂面 我们给他们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那种芯不容易煮透了 这个两分钟把这个面煮得很透 而且这个面的爽滑度 那种筋刀劲特别好 再配上这个酸汤 那一吃 特别舒服 要说它是挂面我都不信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碗好面 我得批评 批不批 我们今天怎么回事啊 还有吗 有的是 你看我们那制作区里边 三米多高挂了一整面墙 回头您都拿家去 关键这碗面有毛病 差点没喷老 我告诉您 为什么呀 这个在我们这烹饪里边有个理论 什么理论 就是又酸又鲜 特别不容易做到 因为鲜味不容易酸味 它怎么就这么鲜呢 我们做到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面吧 不行 那个再给您一次机会再说一次 我觉得这个面吧 不行 那您说出一二三 您说的对我们听 我为什么说这面不行呢 这么一个传统的十二道工序 可以制作出来的口感 这么好的一个面条 这气面啊不到位 对 没有体现出它的金贵 对 你要提高气面 提高成细 明白了 提高这道面的价值 而且还要提高经营形式 经营形式怎么经营啊 弄出一间房来 就是体验亮面 哎 这个点好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城 我没去 但是打小我就知道它 这个地方是大隋朝 南四北五一十三行省 陆林总瓢坝子 汕通汕雄信的家乡 这就是山西路州天堂县 在这儿有一种味道 它是皇帝亲典 后来流传到民间 这个不变的味道 坚守了几十年 就是对这一成一味的眷恋 那么这道单品是什么呢 请大家一起来看 接下来登场的日式单品 曾经是皇帝亲典的美式 流传百年的工艺 还能否保持它原本的口味 它能否力压全场 获得本集一成一倍 主题下的最佳工品呢 更多精彩 欢迎收看本集 世界历史大会 在山西长治 甩饼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小吃 因起源于陆城 又称陆城甩饼 陆城甩饼 陆城甩饼 它是从地坛 在陆城赶庙会 有些庙会多着十几家 船是卖甩饼的 烙好的甩饼 顶面成乳白色 火点金黄 脾脆里嫩 再撒上葱花 包上像是一样薄的驴肉 趁热咬下 口中香气嚼劲 混在一起 回味无穷 百年来 甩饼的每一代船人 从未向任何人隐瞒过他的制作记忆 正是这份朴实 也祝每位 终将回到属于他的繁盛时代 我们有请陆城甩饼韩世兴先生 您好 韩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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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高受了 71了 71了 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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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如果 您好 您好 我呢 不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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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拍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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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您好 我 我看 您肯定得 щ较 增长 我来自 真的好 这炸饼 您好 operational Р u 我后面 咱是 没有 太oveITA 您做了 您好 follows 味道特别的好 其实我现在已经按耐不住了 怎么咱们走向料理区 韩先生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 咱们这第一道工序先是做什么呀 火面吧 得嘞咱们开始 这个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啊 它是火面 就是凶子面是上白粉 对 就是比较好一点 上白粉 而它这个揉面都是全是用凉水 全用凉水 凉水活着那面有劲 凉水活着面有劲 挺好 驴肉摔饼啊 应该也有它相关的历史故事和起源吧 唐明皇李隆基 到这个鹿州来出巡 天气不太好 赶上一个呢小面摊 进去尝尝这面呀 没活好水放多了 可怎么办呢 师父灵机一动 随便甩几下烙个饼就算完了 再配上呢 这个驴肉 唐明皇这一边吃一边的就诚心地问他们 说你这个饼叫什么名啊 就随手欲说 那我们就起名叫甩饼吧 所以甩饼和驴肉就配在一起了 这是个传说 这不是史实 咱们来看看咱们制作的这个工具吧 这个叫什么呀 你看这个工具啊 这个奥子 奥子 这个叫饼刺 饼刺 叫翻饼用的 翻饼用的 这个跟平时我们用的这个一样吗 还是咱们是专门做咱们这个路程甩饼用的 专门做路程甩饼用 烙饼用的奥子表面微微隆起 这是传统的碳火炉奥子 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 奥底另有乾坤 是选用特制的红泥制作 这红泥来自当地 混上沙子和水泥 糊在奥底 能够有效地保持恒温 而同时奥子也是选用铸铁制作 同样是为了防止温度迅速上升 如此一来 露出的饼上 才可看到其特有的金黄火点 且趁热吃来 真是外脆里嫩 回味无穷 这个就是饼成的另一种形式 中间略高 四周略低 这叫熬 而且还起芽是吧 对 这起芽 这熬实际上上面还是有个盖的 盖上了叫熬 那么咱们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 有很多地区没有铁 怎么办 用这个桃砂来进行烧制 中间呢也是圆的 然后也是鼓出来的 有这么高 插上很多的小空脸 这个呢叫枝炉 这个是很多很多地区使用的 也是专门烙这种饼的 咱用的这个油是什么油呢 就是传鱼油 用这个油有什么好处 烧成的饼来皮脆 皮脆 试着好 口感好 口感里面还是嫩的 外酥里嫩的那个感觉 对了 对了 我看这面 和得也醒的也差不多了 咱们开始制作吧 制作吧 行 就直接揪出来这一剂子 这个大小啊 这重量有没有什么标准 大约就是120克左右 120克 水饼在这个环节里头啊 它是比较主要的 擀皮刷油 这是撒的什么 胶盐吗 胶盐 这是擀皮 也是擀皮 因为路程水饼这个面是 一个是面软 一个是饼薄 面软饼薄 你看上澳的以前 它成品以后都是一毫米 一毫米啊 将面饼搭在擀面杖上 手腕用力 随着面的尽头 轻巧地甩了过去 通常一张饼 甩个三五下 就可达到要求 随着一次次的 手腕面饼配合 面饼最终能甩成 一毫米的厚度 极其薄透 大小也跟澳子差不多 刚好可以把澳子盖住 当真是经验丰富 恰如其分 好了 这就可以上澳子了 上了澳子现在得刷油 现在是撒葱花 我们现在开始来骗这个驴肉了 这是特制的马蹄刀 特别动力 叫马蹄刀 这种刀是在我们路程做摔饼 每家都用的是这种刀 一个刀 这个刀它是驰肉的时候 它是转着起 左右上下转着起 这样转下这个肉来 中间厚一点 一刹个拉都是薄的 中间有像个楞一样 就是这个刀 在这上面转的时候 每个地方都能倒了 均匀的 平刀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做驴肉一般的来讲 就是说它酱或者卤都用小驴肉 这个制汤 制这个驴肉 这个卤汤要用老驴肉 就老驴有味 小驴肉嫩 所以用老驴肉来制汤 来卤小驴肉 韩师傅开始卷饼了 我觉得我们评委们 已经迫不及待了 经过我们细致的朋友 这就是一城 一味 特别好 面香味和这个驴肉的香味 有机地把它合在一起 到嘴里边一个混合的香气 爆发出来 筋肉的口感 跟它这个摔是有关系的 因为一摔以后 面筋会加强它的筋力 老先生从来没说过一句 我用了多少多少多少种料来做 调配出来 用最简单的食材 做出了最不一样的味道 对可贵的没有中草药 对 你不要说别人不好 只要说自己好了就可以了 但是我补充一句 这里头要配上一味中草药 比如 我建议老爷子 咱们有一种中药叫紫酥 把这紫酥榨成汁 然后调成紫酥的饮料 第一点对于驴肉来说增鲜 第二点解腻 第三点配在一起 对于手脚冰凉贫血的女性 这个紫酥和驴肉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欣赏本一期的 山西卫视面试文化类节目 世界面试大会 我们下期 不见无散 不见无散